我是素人 我并没有做那么好 我可以给孩子足够爱 我给他足够支撑 我做到 让他天分不被破坏 让他未来有境遇可以开拔 我必须告诉你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强 而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素人的父母 需要因为自己教养做不好而被责备 因为我说 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难度 你只要有心 你不应该被责备 而如果你有心 也愿意投资孩子跟你自己 我是很真心的推荐你跳养这套问题 有一句话叫苦中作热 苦中作热听起来有点悲 其实如果你是在天赋领域里奔跑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用到苦中作热 你是在别人觉得很苦的事 你觉得很热 因为整个过程中回馈给你的快乐 跟回馈给你的自在 你觉得很满足 这个满足可以让你可以进入这一个领域的试炼里面 让别人觉得痛苦的事情 你在其中竟然不觉得痛苦 这就叫passion passion就存在在天赋里面 对所以你把孩子的天赋找出来 可以更大幅的帮助孩子穿越痛苦子 但是并不是只要保留天赋 他就一定可以团归痛苦子 只是他如果在他的天赋里奔跑 很多苦 他是可以不以为苦 透过这套软件 你可以很大幅的改变跟增加 那这些以前从来都不可能可以发生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我很真心地推荐你们 请去使用它 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孩子找到天赋 以及引导他在天赋里面去发挥价值 因为这是他的最有效益区 我想大家做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 就是改变社会阶级 你帮助孩子找到天赋 并且帮助他把天赋发挥管理 而且能够发挥出来 会是他最可以脱离社会阶级最有效的方式 譬如说以我刚才说 我如果在天赋不被开发 而且是被摧毁的状况下 我怎么努力 我可能都是在平均随之的中央 我做了一百分两百分的努力 我都还在平均随之的中央 你做出来的东西 不会最坏也不会最好 所以假设以市场来讲 没什么人要买你的东西 那么这个孩子他会在哪里 他就是看本钱 本钱就是 他爸爸妈妈本来的社会阶级在哪里 他够努力 他就停在原阶级 他不够努力 他就开始从原阶级往下掉